早上,我是Shor, 昨天G.G.G. 出了一篇文章關於Pax West 就像他們之前所說,8月份Gamescom之後,他們9月1日至5日就會參展在美國西雅圖的Pax West 如果你想試玩POE2的話,你們依然可以在Pax West裡面試到 同時也可以在Pax West裡面看到他們的工作人員跟他們進行溝通等等 由於時間緊迫,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在Pax West之前或之後去做這個Fans Meetup 即是不會像Gamescom一樣有一個額外的粉絲會面活動 如果你們在美國那裡的話,就可以考慮一下參加Pax West 然後下一個消息就是G.G.G. 今天所出的帖文說他們暫時會減少發放消息帖 在這個帖文開始,他們就說過去10年裡,其實他們每個星期最少都有5則消息帖 但直至到XRCon之前,他們在這段時間都會減少發放消息帖 因為他們就想專注去做XRCon 他們的團隊不論是對外的,即是對社群的團隊也好 或者是內部工作人員或者開發人員的一群人都好 都非常忙碌去籌備XRCon 他們就想將他們所有的心機和心力都花費在這個XRCon之上 也就是說,由今天直到XRCon之前的這段時間裡 除非是一些重要的消息 如果不是,他們都不會發出任何消息帖 然後他們也解釋出到底有什麼消息他們會發放 有什麼消息他們不會發放 他們就說,一些重要的消息 例如如何籌備XRCon XRCon的節目表 XRCon的時候有什麼Twitch drop等等的東西 他們都會如常發放消息帖 但是有些沒那麼重要的東西 例如粉絲所製造的藝術或者Hideout的儀式 這類型的東西他們就會暫時割置 當XRCon完結之後 消息發布就會回復正常 亦都會像以前一樣 在一個新的賽季,即是3.22 出之前就會去摘相應的牙膏出來給我們 他們就希望我們會理解到 為什麼在這段時間他們就會減少消息帖 而且他們也急不及待可以展示給我們看 他們現在所製造的東西的成果 以上就是這兩天的消息 其實說真的,GG先那段時間的消息 已經是將以往有的消息 將它整成一個合集 和沒有消息基本上沒有分別 我自己個人來說其實都很開心 他們今天出了這個post 可以只專注在一些重要的消息 而不是每天起床看到一個新消息 然後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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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就記得進我們的Telegram 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Game裡 加入這個斜Global 852 Korean的這個Channel 如果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就這樣吧,拜拜